观灵术包括十二段请神奏 以及通达十八关的开禄奏 豪光奏等等 其中出现的神尊 包括太上道祖李老君及老子 是道教各宗派共同的祖师 因此都奉他为太上道祖或李老君 在道教公关三清殿中 与上清原始天尊 和御清领保天尊 合称道教的三清 中坛元帅李挪扎又称太子爷 生下来就身长六丈 头戴金环 有三头九眼八臂 口吐青云 足踏风火轮 身配飞带 手腕套着一个金拙 肚皮上围着一块红色的肚兜 神力非常宏大 既能腾云驾雾 又能呼风唤雨 挪扎天生理解语言 自幼勇武绝伦 他败在前原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门下 学习武艺 传说七岁时就已有了风火轮 自己坐在车上作战 速度有如疾风 他经常以魂天灵和火箭枪为武器 把魂天灵插进海里 就可拉起海底 用火尖枪洗红灵布 就能摇荡海洋 由于丙性极佳 一身功夫 却十分了得 相传齐天大圣原是如来佛的一滴血 滴在花果山上的一颗石头 久受天灵地秀 日月精华而孕育出的一颗石软 某日蹦裂后成一石猴 并居住在东圣神州 奥莱国 花果山的水帘洞 与群猴生活在一起 观世音菩萨 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观察世间阴生的菩萨 这个名号的典故可建于 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云 佛告无尽义菩萨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文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陈静姑 李三娘和灵九娘合称三奶夫人 其他别名还有陈奶夫人 灵水夫人 慈济夫人 顺天圣母等 传说陈静姑 灵沙娘 李三娘 三人一结金兰 一起在离山上跟随许训真人学法 学成后下山传道 民间因此将以三奶夫人为主神 及开山主师的道派称为三奶派 鲁班先师 他在木工的建造方面 有神乎奇迹的成就 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土木建筑师 鲁班是中国史上名声最大 影响中国工艺文化最久的土木叶祖师爷 五营兵将是属于神界中军事系统的兵将 主要负责阴阳两界的作战防御 以保护本堂及善性的平安 浦安教主 由于在世时 灵验事迹不断 涅槃后逐渐受到人民信仰 成为一位专门消灾解恶的佛教神奇 七祖先师 亦称七祖 时逢耕影年四川省天降风雨大灾 先师当时被洪水冲走 信得一仙铁角道人拯救 并收为徒弟 于大剑山三十六封苦修 做莲花修道参载 于太甲仁成年正月十五日子时 成道升天 并蒙恩师封号七祖先师 黎三教主许迅 他不仅为豫章治水 还到湖广福建等地消除水患 赢得人民的广泛尊从 花工花婆为生前行善或有修持者 化身为灵界的园丁 若花树丛有缺失者 可请其代为调理 改善运势或身体